来看第2局的比赛 刚才的第一局双方打的还是比较的胶着 比分也是交替领先 两个人也是轮番上手 最终的还是丁敏辉打了几杆相对冒险的进攻 把这个机会留给了李航 连续的第一杆的冒险进攻是篮球打进了 第二杆是粉球没有打进 第三杆的这个一眼是粉球没有打进 还比较冒险的进攻 结果是给机会 李航是抓住机会打入了中弹把粉球 中弹红球没有打进 给女会的机会 用第一杆 将红球打进之后 这个白球刚好避开了黑球 找到低分值的彩球 这咖啡球 回去白球离苦别没有进 这个咖啡球没有推进 图了 一 一 6 先看白球的控制 没看清这个球啊 应该好像是稍稍向上的一个角度 再来是白球蹭到了篮球 绿球可打 还是咖啡球 篮球还是可以打的 这个白球 这个中高杆啊 加了一点点的左旋转啊 来去叫下方的红球堆下方的红球 11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白球的贴裤边比较近啊 对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啊 因为这个靠近右边的这个边裤 有咖啡球稍微的碍事啊 如果没有咖啡球碍事的话 那么这个李航是可以选择 不加这么强的这个旋转啊 哎果然还是出问题了 把这个红球停在了带口 嗯 这个局面相对来说 比第一盘啊舒服多了 对 哇 推球道路比较通畅 直接去炸球 对我没有炸出位置了 看看怎么样 有点中的 太好了 那 这个中的难度很高啊 60 依然是选择打中的 来叫黑球 很一酷 局面还是很散啊 但是这个白球始终没有叫的非常舒服 那个角度又大了 这个角度又比较大 24 25 那这局应该是这节奏会比较快啊 嗯 我看你会抓住机会上转啊 而且这个局面啊 比 上一局 还是要好打很多 31 这个红球不像上一局那么散 但是呢 就叫位啊 就是比较容易叫 32 32 所以就刚好的角度 嗯 这个中高端 终于是可以做到这个 黑球点准上方的这个红球啊 那这个红球如果处理掉之后呢 那这个 这个红球会更好打 不突以外这局应该是平球灰的了 嗯 4 我看抓住机会之后能够只要能够联系得分啊 这个 这一局的进程啊 所以说是会非常的快 如果要是两个人都打得很严谨的话 爽口偏多 或者这个球形不好的话 47 这个是会 我们 记得去年 48 中复外赛的时候出现了一个 一小时 呃一个半小时的一场比赛 啊一局比赛 哎 当时是 这个 呃 孙莫菲 他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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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当时也正赶上 也赶上局势不好 也赶上两个人都偏 都很妙 都偏防守 嗯 那这个斯诺克的 一局的时间啊 是很能判断的 因为他快的时候 像奥沙利文 5分20 一竿青苔 不要负心 这个最慢的可以打一个六二十 哇 这个 打的是争夺快的啊 嗯 给裁判马球的有点真实话 对 已经超风了 嗯 当时裁判的也是我国的一位著名的裁判 裁判 对 是 余老师是 啊 现在的 就是一般的全国比赛啊 他都是担任裁判的 嗯 嗯 目前 这个资深的裁判 对 好 其实观众看的也会比较爽 嗯 嗯 观众喜欢看这样子 连续近平多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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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85 咖啡酒不再点 嗯 9 没有计算 没有计算 想回这一局用 这一根啊 用了多长时间 那是够快的 是非常快 哎 刚好还K了一下 但是K的 并不理想啊 如果是这个 白球和绿球形成直球的话 嗯 这一边K的非常 好 表演啊 来 整个绕裤去叫咖啡球 来看白球 哎 还是不错啊 可以打底弹 很安心啊 出现以后是一感觉到有点偏啊 嗯 很安心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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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7 17 น于是 11 11 11 3 10 11 11 11 15 1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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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大家